台南沙警案引发社会关注 而这名嫌犯林信吴呢 他当时放假回家 却没有按照时间来回来 像这样子御驾未归 到底算不算脱逃罪呢 现在呢新竹市长的参选人高豪安 就提出质疑 他认为说预期未归 一个星期到底算不算逃遇 因为他逃出来这个七天当中呢 几乎是看不到他有被通气的资料 到底有没有通报他呢 再来说像这样子的外衣监 其实是给予一些犯轻罪的人 有改过自信的机会 可是让他犯下了强盗罪 却还是可以来这边服刑 到底是为什么 可以让他有这样子的条件的 另外他也被质疑 他才服刑几个月 竟然就可以来休假 甚至休假期间还跑出去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呢 这个林信吴这名嫌犯 他曾经犯下两起窃盗罪 跟两起强盗罪 他被判刑了八年四个月有期徒刑 最后是合并执行七年十个月 一直要到2028年才能够恢复自由 没想到呢就在这一次 他竟然是逃了出来 没有回去 而且在这七天之后呢 是杀害了两名园警 他手段是非常的凶残 那么对此呢 罗友之就说 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在外议间其实呢 依照规定是满两个月 而且呢 累计处于要达到第三级 就可以来申请 但是其实呢 这个要达到第三级 必须是要是有联好的表现的 他有这么快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吗 他怀疑外面是不是有人来帮他关说 又是谁来帮他关说的呢 而对此高宏安之特别的要求法务部 能够重新检释像这样子 外议间的制度 而对此呢 法务部的部长蔡清祥 在今天也特别的说 他像这样子 御驾未归 或是真的从这边跑出来 都算是脱逃罪 也全部都会来 移送给地检署整办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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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